想确定男人爱不爱你,只需一句半便知道答案 当女人和男人同时深爱彼此时,他们表现是不同的 女人对待感情往往比较敏感,好奇心也很强 对待爱情非常认真,投入,总想确定自己爱的人到底爱不爱自己 这个问题可能在每个人心里都曾有过,并且在心底不停地念叨着 因为爱情这个东西,就是凭着感觉的事情,看不见摸不着 如果你的感觉是对的,那么你是幸运的 如果你的感觉是错误的,那么你可能会混恨终身 其实要想知道一个男人到底是不是真的爱自己,很简单 对照下面一句半的话,你就清楚了 首先当你不经意地询问,你和我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我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你觉得我是你想找的那个人吗 有了这句话之后,一般男人都会很敷衍 告诉你你善良,美丽温柔,总之你很好啊 但这些都是比较官方的话语,听着也让人觉得有点假 当然这也是男人们的特点,他们很少会直接说出女孩子的缺点 他们的甜言蜜语会让女孩子有一时的愉悦 接下来你该说一句话就是,那这样吧,我们结婚吧 爱情的最好归宿就是婚姻,两个人可以藏相守 我们结婚吧好不好 如果一个男人不爱你,会找一堆现在不适合结婚的理由 是自己结婚的对象,只差你的一句话 爱一个人是安并不需要轰轰烈烈,还哭实赖 可也是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就能看出来 如果一个男人对你毫不关心,甚至经常做出伤害你的事情 那么他绝对不爱你,因为爱你的男人恨不得能把你当宝 心里眼里满满都是你 亲爱的姑娘们,感情不能将就 如果遇到不爱你的男人,趁着自己还有选择机会赶紧离开吧 也愿你能早日找到真正爱你的男人,幸福一辈子 任何一个人都要明白,只是要涉及自身利益和实质性问题的时候 你才能看清对方的本性 对待感情最好就是顺其自然 用心去爱,用心去经营 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而不是讲究,不是为了谁 因为感情的事,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直接影响你们下半生的生活